寻求历史答案 走进直播历史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众所周知 宋家的三姐妹是民国时期最为传奇的人物 她们个个气质不凡 而且颜值都比较高 在三个姐妹中 宋美龄是个有着浓重传奇色彩的任务 她不仅长相貌美 而且智慧超群 她曾是在美国国会上发表演讲的第一人 所以 她是一位极才华 荣耀一身的女性 宋美龄1897年3月出生在上海 令人惊讶的是 直到了2003年10月才在美国纽约去世 跨越了一个世纪 享年106岁 她的长寿好多网友议论纷纷 有的说她的死是一种胜利 因为熬死了敌人 也有的说是因为其有健康的心态 大多数人都知道 宋美龄身患有癌症 而且还经历了数次的手术 但她通过自己的奴隶和养生的策略战胜了病魔 在最后去世时 也并不是因此病去世 晚年 宋美龄定居在了美国 她回忆起以前的点点滴滴 曾在去世前说 一生对不起三个男人 其一 没有给蒋家留下一男伴侣 这一点上对不起蒋介石 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了48年 一直没有孩子 在蒋介石的日记中曾记载 宋美龄是怀过孕的 但流产了 后来就不能生育了 其次 对不起自己的哥哥宋子文 在去世期间 自己连丧礼都没有参加 其实宋子文去世时 三个姐妹当时都是愿意前往的 但是因为当时中美没有建交 所以没有直达飞机 准备包机 但在宋美龄到达夏威夷时 蒋介石发了电报 让美龄小心送庆龄 不要落入圈套 宋美龄在看到电报后 只得取消参加葬礼 其三 对不起张学良 因为作为知己好友 在其被蒋介石求经允扣半生时 自己却无能为力 其实 是在多次营救中没有成功 便却得到了让蒋介石不要伤及她的要求 2001年10月 张学良在夏威夷潭香山病逝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